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刘国轩 冯锡范等明镇文武百官 一路迎奉着 不如这座建筑 郑克爽在此恭候着他 寿祥仪式 在曾经的宁静王府举行 郑克爽向施郎交出了他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刻印章 象征明镇最高权力的 明朝朝陶大将军印信 由南明龙武帝授予的这个封号 正式沿袭了三代 从正成功到正经 再到郑克爽 台湾22年的明镇时期宣告结束 巧合的是 也就在这一天 康熙帝街道师郎的奏章 得知台湾决定纳翔的消息 这一天正好是八月中秋节 从海外传来加音 所以康熙当时他心情是很高兴的 8月27日 康熙传指施郎 只要正式部将纳土归来 则既往不救 并且从优任用妥善安置 8月22日 入台第七天 师郎跨进这座建筑 这是正成功的家庙 尽管台湾已经纳翔 但施政之间的个人恩怨 还没有一个了结 当年的杀父之仇 师郎怎会忘记 如今 他作为掌握了生杀大权的胜利者 走进这里 会做出如何举动呢 台湾人在看着他 出人预料的是 师郎是来哭妙的 他说 我跟袁平王本来就是金城 就像兄弟一样 因为我小力酿成大患 所以我今天是奉公来讨伐 但是我也有我个人的理由 不过事与致辞 大丈夫不过如此而已 所以他这个已经玩了心愿就可以了 还认为这样做了 公益施恩就可以交代 所以拜完以后 自己脑泪还流了下来 这个是他的政治上的举措 他的哭妙的行动 他的这个维持治安的行动 都是为了安定台湾社会 所以他在台湾只有两个月 后来他留守总兵吴英六个月 那八个月可以讲 事不亦事民不知兵 百姓并不觉得 这个有经过战争的洗礼 康熙22年 西元1683年的那场战争经历 很简约地写在了这块碑上 他这边那个碑上面有写到说 纳款而后 台人及无人 有犯民间一师一好者 法无色 所以除了澎湖一战之外 入台之后 这个施朗 包括他的后来留守台湾的无印 都没有杀半个在台湾的军民 当然对台湾的这个社会 产生了安定的作用 所以后来连续了清朝 在台湾统治了212年 这块平台记掠碑 碑文由施朗所写 他很有深意地 立在明镇向清朝纳祥的地点 台南大天后宫内 纳祥之后 郑市的文武各官 及郑军将士四万多人 陆续被迁回大陆 郑克爽被送往北京 受封为汉军功 爵位很高 但有贤无职 37岁过世 冯习范封伯爵 刘国轩被任命为天津总兵 65岁时足以认赏 侍郎在台湾待了两个多月 于11月间 班师回到厦门 几乎是征辰未洗 就赶往福州 朝廷要员和福建 封疆大吏 在那里开会 讨论台湾的气瘤问题 当时这个 理会的这些封疆大吏 对于台湾的气瘤问题 没有定见 怕这个留下来 没有好处 把他放弃 又怕有什么后患 几期不定 司朗在会上 把自己的意见讲了 但是他怕讲得不透 所以后来又写了 那篇著名的 《攻城台湾气流书》 就全面的阐述了 要把台湾纳入 清朝版图的这个理由 司朗当时立派众议 他提出的理由 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台湾 它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个台湾的气瘤关系到 东南沿海极省的安全问题 如果你不在那里建立行政机构 其他外国 或者叠队的是占据台湾 他就威胁到大陆 特别威胁到国家跟这家 你东南沿海你这个中国的海将 就没有安宁之日 第二方面的理由呢 就是他也了解台湾 所以他说台湾不是你们有些人 所想象的是蛮荒之地 完全可以开放 台湾土地回沃 南北数千里 这么一个广阔的一个岛 你放弃未免可惜 虽然这个奏稿 对于这个台湾的命令 应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康熙地那个表态就不一样了 台湾气体首官胜大 就是说要不要把它收进来 那这个关系可大 终于促使这个康熙地 这个夏节行把台湾纳入版图 对于这场八个月的 台湾气流大讨论 还有另一种解读 康熙皇帝不可能不要的 你假如不要台湾 你白打了这场战争啊 是不是 哪一个皇帝会放这么大的荣耀 不要呢 是不是 他叫城下去讨论 说气流之一 我告诉各位 是他的幌子 他是要彰显台湾的重要性 要彰显台湾战争的荣耀 让城下你去争吧 你去讲吧 讲到最后 伟大的康熙皇帝 这是结论嘛 清康熙23年4月14日 康熙皇帝发布预旨 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 设立一府三县 即台湾府与台湾县 今天的台南 凤山县今天的高雄 侏罗县今天的家义 隶属于福建省 当硝烟散去 海也就开了 康熙23年 朝廷解除了 近海迁戒令 流落他乡的百姓 终于得以重返家园 在遵旨协助师郎 东征的姚启盛 已经开始筹划流民返乡的工作 对这位客进职守的福建总督 乡土文献留下了不少 称颂和感念的记载 11月间 狮狼从台湾凯旋荣归 姚启盛却因背部旧疾复发 在福州黯然病故 终年60岁 狮狼被封为近海侯 世袭罔替 他的家乡也由近海迁戒时的 界外荒区 荒烟野草 开始重新 有了人烟 有了人气 废墟上重新建起了家族的祠堂 以及这座近海侯府 因为气派有如衙门 所以村庄的名字 也就由原来的南巡改为雅口 如今这里成了狮狼纪念馆 后人为这里提写了一幅对联 富台千古 平台千古 正是一人 狮是一人 三百多年过后 狮正两人间的恩恩怨怨 已被大多数人所遗忘 能够记住的是 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里 为了东南海面上的那座岛屿 这两个男人都曾经赴汤到火